那我们接着再来看1.3号 Mile Agile Lawrence 就是说对于如果 我们这个individual呢 他有Property Business Income的时候呢 我们说还可以使用Mile Agile Lawrence 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 对吧 我们在之前的那个章节里面 个人所得税的章节里面 也特地提到了 就是我们能从Employment Income当中 减掉的这个项目里面 就有Mile Agile Lawrence 那么对于一个individual 如果他从事了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房屋的这种租赁的 这个所得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Mile Agile Lawrence 就相当于是说 他自己开车 对吧 为自己的Property Business 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们看就是Landlord 我们这个房主 他就可以Approve the Mile Agile Lawrence in relation to a Property Business 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减掉的 他不需要自己去check 说自己的这个 到底Drive了多少公里 真正是给这个Business用的 他只是需要找到Business的 Business Mile的这些公里数就可以了 找到了之后也是一样的 1万公里以下45匹 1万公里以上25匹 就是这个和Mile Agile Lawrence的用法是一样的 所以考试当中我们说过 Mile Agile Lawrence 他可以在很多地方考 刚才上一章当中讲的这个 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employment income当中呢 他有怎么去找这个Mile Agile Lawrence 在Property Business当中也可以用 我们到后面如果再继续 Trading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还是可以用 所以这个点 他可以在很多地方来考 大家要知道就行 税率表当然会给到你说 这个1万公里以下和1万公里以上的 这个金额 你关键的是要找到这个Mile 就行 多少公里 英里 好了多少英里 好 这是1.3 那么1.4也是可以 就相当于是可以从 这个income当中 decode的一些项目 所以你看他又叫一个relief 不管是什么 expenses呀 allowances呀 reliefs呀 这些他的含义都是指的是 可以从income当中扣除的 那他叫做什么呢 replacement of domestic items reliefs 就是换了我的这个 屋里面的东西 domestic这不是国内里 它就是屋里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房子粗租出去的话 它里头会有一些设备呀 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把它换了的话 会享受一个reliefs 比如说最典型的 我们说这个 我把一个这个房子 flat租给了一个租客 然后呢 这里面原来比如 有些冰箱啊 洗衣机啊 有这个厨房的设备 但是后来说 金光用了一段之后 它就救了坏了 我要换一个新的给人家 那我们换一个新的给人家 自然就要花钱买 那花钱买的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在income当中 扣除 就是这个地方要讲的 所以我们看 如果一个regidental property 就是我们说 让人家去住的 居住用的 那么let furnished的 我们里面都 加了一些设备 而进行了一些装修的话 我们就可以享受 这个叫 replacement of domestic items relief 那么can be claimed 它可以去申请 跟税务局说 我要扣掉这些箱 那当然这些呢 capital balances 就不可以像正常的这个 我们计算 trading income当中去扣除 那么什么叫capital balances 这个你现在先不用管 我们专门有一张 去学trading income的话 它有一个capital balances的计算 所以你只要知道是说 哎呀 对于是一个residental property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享受 这样的一个reliefs 题目也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它换了这个房间里面的 什么东西 它也会说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replacement of domestic items 这个relief 那么这个relief呢 我们看是 no relief is given for 什么initial cost 什么叫initial cost呢 就是我们说最开始的时候 给屋子里面装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屋子 原来没有洗衣机 那我们就重新添置了 一个洗衣机 那新添置的这个 就叫initial cost 所以relief不是给它的 是给什么呢 所以你看它replacement 是换的 下一次这个洗衣机坏了 你得换的是可以 享受reliefs的 所以你看 initial cost是没有的 relief只给什么 domestic item is replaced 就是我中间换了 原来有一个换了个新的 那么apply supposed to cash business 和crew business 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都知道 property business income呢 它是有两种bisys 默认的是cash business 那么你可以选择 用accrue business 那这里面呢 两种方法 其实都是可以用 这个reliefs的 那么看domestic items are defined as什么呢 比如说furniture 还有这个furnishing 还有household的这个appliance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些家具 kittingwares这些 了解就可以了 题目当中 一定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就是一个洗衣机 冰箱 这个东西 下面注意的问题是说 我们到底能 能就是relief多少钱 the amount of the relief is the expenditure on the new replacement assets 减去个什么呢 除了说我们花新的 要有钱之外 我们就要去买嘛 就要花成本 这个成本还要减去一个什么 减掉 我把那个旧的卖掉 setting the old assets 我把那个旧的还去卖了 卖了可能还有点钱来 所以呢 就是我买这个新的成本 再减去我卖的这个 收来的这点钱 这个net的金额 可以从我们的 property business income当中减掉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直接那个cost减掉 你看看这个旧的 旧的如果没有卖 当然也不需要减net的了 那么另外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就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就是 本来是一个洗衣机 然后呢 我回头放上来了一个 又带洗衣又带烘干的一个 就是功能更强大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新的呢 我们能让你扣除的项目 只有是什么呀 跟原来那个旧的 是一样的东西才行 那增加了的这部分功能 我们是不可以 这个成本是不可以扣的 对我们看 如果new assets is not the same 不是同样的 那么或者是 大部分是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看 那这个时候呢 only the cost of equivalent assets is given relief 也就是说只有 你原来是一个 只是洗衣功能的洗衣机 你先后来换回来 一个又洗衣又dryer的 那我们只有洗衣功能的那部分 同样的洗衣机的价钱 才可以购出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 那考试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这个 新的洗衣机多少钱 他会告诉你 如果同样功能的一个旧的多少钱 那你要知道我们要用到的是同样功能 那个旧的在新买的时候的成本 而不是现在这个多功能的 不可以 这个倒是考试的时候 考过很多次都在这 就是他换回来的是一个功能更强的 更多的了 简单来看一个例题 那么这个例题呢 就很好地看到了 就是replacement 这个reliefs的这个内容 Peter呢 他买了两栋房子 两个properties 分别是在Manchester 那么他买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buy to let 就是要去出租的 201819的Tex也就买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他呢 当然就是property business loss in that year 1819呢 买的时候呢 那一年他产生了个loss 很简单 因为他刚开始租的时候 可能情况变不好 因为可能刚开始还要进行一些装修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他第一年其实产生了个loss 那我们都知道loss是可以带到下一年的 然后他就继续租出去了 继续租出去了之后呢 在1920我们先来看第一个property 第一栋房产 那他是5号 在这个某一个W大街的5号 然后是一个furnished 给他进行了一个装修 里面可能也放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家具 runter的金额呢 是每一个月的500块钱 那分别是在什么呢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支付 所以他想到还是要提前让人家先付钱 然后你再住 那么Tenant paid a security deposit 这个在租房子当中非常常见 就是什么呀 交了个押金 因为这个我要知道 你房子用了这段时间之后 你要万一有点回损的时候 就可以扣押金 所以这个押金是1500 当然你这个押金不能算 对吧 那押金你将来还要还人家呢 所以他只是一个抵押放在这 只有当比如说这押金不还了的时候 才认为你收到了租金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押金在拿到押金的时候 你先别算 再看看这一个tech当中 有没有走了 押金留在手里 也不用还人家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放进去 这个Tenant走了 然后呢他这个和Peter之间 也有一个gainment 他就同意了 说2020年的2月28号的时候 他就撤了 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Tenant only paid a rent 他就只支付到了19年的12月以后 就12月份的钱他也付了 那我们都知道tech这页 一定要注意 他是从4月6号开始算的 那么他不是从1月1号 他是那你就要看 实际上是在收到的时候 是指4月6号 你看他走了 他12月的时候 1号的时候 走了 那你要先算这段收到的 房租要看多少个月 就乘以多少个月就行了 离开了 离开了那怎么办呢 Peter就把他的押金 你看他扣下来了 1千块钱 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怎么样 这是可以的 所以就认为 那押金的部分 1千块钱是认为收到了 虽然他押了那么多 然后还还回去了 这么看这是1千块钱的押金扣下了 去cover一部分rent 然后呢 Would have been paid 1月1号 2月1号 两个月的押金 他就扣下了 另外呢 300块钱呢 是要修里面的一些 损坏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肯定也是 就算是租金了 他把多余的200块钱 还给那个talent了 租户还了 那这200块钱 当然就不算 你都还人家了 是到2020年的 这个5月1号的时候还的 但不管怎么样 你肯定是要还人家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第二栋房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17号 B大楼的那个 road的那个17号 也是furnished的 每个月的租金是800块钱 那么他呢 payable的一个障碍 也是每个月的 头一天就要人家支付 Peter呢 然后又买了一些 其他的一个property 除了前面两个之外 又买了一个27号 也就是7号 17号和27号 那么27号呢 他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 看时间又不一样了 对吧 我们一定要看 4月6号到4月5号的事情 那么其实空着的 当他呢 是要干什么呀 里头要给他进行一些装修 那么装修了 直到这个 2019年的8月份的时候 才租出去 看这是 19年8月份的时候 那么let unfurnished 也就是说里面 也没有装什么太多的东西 也没有家具 not furnished 就是没有家具 那每个月的租金 是每个季度的 这里面应该又变了 它不是每个月的 三个月的租金呢 是这个 2250块钱 分别是在8月1号 然后11月1号 和2月1号 5月1号支付 那你当然要看支付日 因为我们要收获时间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P你看他又开始drive 200 miles 他是给他的这个 自己的车开车 因为他这段时间 他就要跑嘛 来回去租啊 联系啊 各个方面 他从19年的6月份 一直到这个2020年的 4月5号的时候 他总共用他的车 去跑这些业务的时候 是200 miles 都是跟这个租这些房子相关的 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 可以用什么 mile age of lawrence 计算一个expans 就相当于是计算 他的car expense 可以减掉 那么他想呢 用这个 这个approved mile age of lawrence 计算他的 motoring expenses 是可以扣除 这个是可以 所以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1万公里以下多少 mile是多少 1万 mile是多少 就直接乘0.45 就可以了 像这个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他还发生了 下面的这些费用 那么费用呢 我们看保险 这当然都是可以扣除的 agency的费用 也是可以扣除的 repairs 我们正常情况下 也是可以扣的 因为它是修 那我们看这500块钱 那是一个redecoration的cost 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它是干嘛用的 是要判断一下 它是一个资本性的支出 还是一个费用性的一个支出 所以我们看 note里面肯定会给到大家 那么当然 如果是一个费用性的 一个收益性支出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可以扣除的 还有呢 就是curtain 你看curtain的话 它是也会要告诉你 它是换呢 还是原来就有 是换了个新的 还是一个纯新的 所以下面的这些 还要看是纯新的 还是旧的换 那么你看 还有一个washer dryer 就是我们说的 又洗又烘干功能的 这个机器 那是600块钱 我们也要看一下 原来是不是有 要有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换是可以扣的 如果不是换 是一个纯新的话 是不可以扣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dining room里面 在餐厅里面 会有table和chairs 也是350 那也是给这个17号的 这个房子是放了 那我们也要看 之前有没有 没有 你当然就是新的 不能扣 要是有的话 看看旧的 是不是也卖了多少钱 减掉卖的那个钱 就可以扣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费用 一定要注意 正常情要repairs 看到它的时候 都是里面修减 修整的费用 肯定是可以扣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insurance呢 是number 5号和17号的 这两栋房子呢 它是2019techdier的 但是27号的这个房子呢 它的period是从2019年的6月1号 到2020年的5月31号 那你不用管 我们说什么 我们看的是收付实现值 实际支付就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候就扣了 跟cover哪一段时间没有关系 那么再来看一看 就是修那个5号的那个房子 做了一些修理 那么covered by the security deposit 那它是这个 是要用那个押金来cover的 那这个你也不用管 但总之就是它的expense 25号的房子呢 是a fit state to let when Peter bought it 那么它呢 就是27号房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redecoration的 那个cost呢 实际上是 它买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出租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它想让它 更好一点 看一下 它又重新decorate了一下 比如说墙啊 那可能就没刷 它就把它刷了一下 然后呢 是为了让它呢 这样的话会允许它更好的 得到一个 这个租金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什么 我们收益性支出的一个费用 就是它粉刷 它是为了更好的 跟revenue结合 就是它的rent revenue去结合 或者叫rent income去结合 所以这个是可以扣的 我们只是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资本性的一个支出 还是一个费用性的一个支出 如果我们说 那它花这个钱呢 是因为比如说买的时候 根本就不能住 对吧 那么我必须要发生一些费用 让它可以ready for use 那这种我们它才叫一个资本性支出 这不是 它买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可以用了 它完全可以用那个状态的时候 去租出去 但是它觉得说 我想重新再粉刷一下 重新再画一画什么东西 贴个笔纸啊什么的 它不是更好租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收益性支出 大家再去判断 收益性和资本性支出的呢 一个判断点就是 是不是available for use 如果是available for use之前发生的 那通常都是capital expenditure 如果已经都达到可使用状态了 后续就做了一些redecoration啊 什么这样的 那它就是一个收益性支出 所以这一点稍微要注意一下 在判断的时候 那可能要结合着一些counting的知识 因为counting的知识就是available for use 之前所有发生的 其实都叫capital expenditure 所以这一点 在这块 这个题目其实难点为止就是这一点点 就是要去判断 对那个新房子的这个装修 这个redecoration 是不是需要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好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curtain 那个curtain呢 它是一个replacement的 那个旧的 那我们当然知道 你要是换的话 一定会享受replacement release的 那那个旧的还卖了15块钱 那我们都知道 这15块钱 可以要从那个成本当中减掉 对吧 再来看呢 washer和dryer 或17号房子 那个又换了一个 这个洗衣加烘干工囊的 也是一个replacement 这个换了那个洗衣机 但是那个洗衣机 原来的那个洗衣机 你看它没有dryer 那我们就不行 我们要去找同样的 那个洗衣机功能的 不带dryer功能的话 市场上卖多少钱 所以我们看 如果Peter had bought a new washing machine without a dryer的话 那么相似的 similar to the old machine 它的价钱大概就是475 那你就只能扣475 你就不能扣它花了多少钱 所以这就是replacement reliefs的一个关键点在这 那old machine呢 还scribe的 就是没有proceed 就是扔掉了 当废品扔掉了 Peter had not previously provided a dining table and chairs in 17号 17号房子原来没有什么呀 没有table和chairs 那这个就是 不是replacement的 所以说只有curtain 和这个washing machine 是replacement的 这个当然就不能扣了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 我们都叫做replacement relief 它不是一个initial cost 但这就是个initial cost 不允许扣 那么我们看 再这样就让你算一下 Peter的taxable property income 在2019-2020是多少 好那我们说就是要看 tax的收到和支付的 不要管它全责发生质 问你的时候一定都是default 是cash basis 好那我们就把这些房子 我们说了 对吧 income放在一起 expenses放在一起 合在一起 看一个property income 那么看一下 按照收到的这个receipts cash basis为准 那么看 5月1号一直到12月1号 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都收到了 所以总共是8个月 在我们这个tax年当中 就是那个第一栋房子 所以说是4000 然后security deposit 它不是说了 它留下了 对吧 一个是1000块钱 一个是300块钱 不是修 那个修一修这些东西吧 所以说这两个钱都扣下了 200块钱还它 你就不要再放进去了 对吧 所以是1300 那么2号 这个17号的房子呢 我们看一下 从5月1号一直到4月1号 那么都租着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是收到的钱 一定收到的为止 那我们收到的就是12个月 9600 那么那个27号房子呢 它是三个月 它是三个月 每个月的 每个季度的季初就收到了 所以说8月1号 11月1号和2月1号 分别都收到了 所以我们看 那就是三个季度 6750块钱 这是所有收入 那么再减去 我们所有支付出去的expenses 也是cash basis 那我们就看一下 对吧 第一个不要忘了 这个FRM就是 这个prue的mile age of Lawrence 或者你写mile age of Lawrence 也可以 简称哪个都行 200公里乘上0.45 对吧 这是 我不管你花了多少钱 我就按公里数来算 所以减掉90 这是要注意的 当然如果听不到 没有提到这一点 你就不要自己去找 提到的话 你就知道它是可以扣的 那么再也就是保险 支付的 我不管你是cover哪一段时间的 总之是现在支付的 lighting agency 这些费用都是可以扣的 redecoration 我们看到了 repairs刚才说了 都是可以扣的 redecoration 我们要知道 它为什么是可以扣的 就是预定可使用状态 之后发生的 不是之前的 那我们说再看一些replacement domestic item relief curtain是可以的 但是curtain是它的成本 减去卖了 那还是卖了15块钱的 减掉15块钱 washing machine 的话不行 我这本身只能有475 它实际花了多少钱 我们不管 那个table 那个dinner room的table和chairs 不行 因为这是initial cost 不可以享受这个relief 那我们还把这些hold 都加在一起 总的property income 是19330块钱 不要忘了 还有1819带过来的 那个loss 对吧 那第一年 它出租的时候 就是一个loss 这个business是个loss 是我们减掉300 那么当然在1920核算的 就是19030 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property income 考试的时候 任何一个点 就在这些 可以抵扣的项目和 revenue那块 income那块 都是可以出题的 当然有的时候 它可能指出一种情况 不会这么复杂 选择题很容易出现 当然也会在我们那个 section C里面的 15分题里面 也可以出现 就是property income 当然我们说 主要的变化 还是在于什么 那个finance cost的处理 的 是 哪一样 这种该市场 这种该市场 的 这种该市场 是 我 那一种 是 是 感谢观看